夫人 侯爷来了 侯爷 侯爷这么晚怎么过来了 没事就不能来了 侯爷请喝茶 今天我听闻赎锦之事 你身为侯府夫人 自当要珠母威严 不能让下人糊弄了去 我刚入侯府 也没有胡家虎卫的本事 不过侯爷放心 往后只要旁人不生事端 这样的事绝不会再发生了 你要是把对我这种牙间嘴利的本事 用到别处去 也不至于让人欺负 过两日 我要奉旨随皇上出行狩猎 你最好安分收起 不要再惹事生非 惹事生非 敢问侯爷 我错在何处 稍有不满 就只是下人打架闹事 弄得家宅不宁 人心是何 此不为错 侯爷如何知道是我指使 可是陶妈妈亲口所言 陶妈妈是你的人 她做的所有事都与你有关 这道理你不会不懂吧 发错奋力是真 指使闹事是假 侯爷都不调查一番 就跑来责问我 如此行事 怎能让人幸福 侯爷 那尖嘴里不可领遇 不是特地来看夫人吗 怎么又吵起家来了 夫人 这是要出门啊 听说侯爷要随皇上狩猎 我便为他备了些衣物 真是有心了 乔姨娘 你看 这园中的花开得多好 只可惜我独爱牡丹 这院里的花开得再好 也入不了我的眼 绝代止息子 众方为牡丹 可这天下百花齐放 不是人人都痴迷 国色天香的牡丹 我就更喜欢 林寒独自开的梅花 对牡丹 是一点兴趣都没有 夫人想说什么 请民言 树莲房愚钝 听不太懂 牡丹和梅花生于两季 本无可能相遇 也无需争风斗燕 亦争高低 若乔姨娘钟爱牡丹 那只管看护好她 两花便相安无事 若非得跟梅花较劲 那牡丹 恐怕分外娇嫩了些 姨娘斟酌斟酌吧 若乔姨娘 她在说什么 说什么都没用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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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